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艾佛森 这一节呢 我们来看一下 微信公众号编辑模式的一个使用 以及在编辑模式下 我们如何进行一个微信公众号 自动回复功能的一个配置 好 当我们注册好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管理员的微信 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登录 这边扫描一下 扫码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微信上授权进行登录 授权进行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 其实这个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编辑模式之下 我们可以进行操作的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板块是微信官方提供的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开发能力 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 只要你知道我们简单的一个操作流程 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那么首先看一看 我们这边需要了解的 需要了解的 其实就是这个功能模块 形容一部分操作方式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平常在关注别人的公众号之后的话呢 无非就是你在这个公众号里面会看到什么呢 会看到底部会看到菜单 点击每一个菜单之后 它可能会根据你的这个行为的话呢 产生不同的响应 有时候是它会帮你打开一篇文章 有时候它会给你回复一段内容 有时候呢 它又会打开一个网站 打开一个网站 等等这样一系列操作 那我们在这里面 依次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微信公众号 所提供的这样一个编辑模式 去完成我们这些公众的这样一个配置 这样一个配置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当有人关注了我们自己的公众号之后的话呢 我们希望给他一些提示 就是接下来 比如说你的公众号 里面有一些这个资源啊 想要让我们这个用户去访问 用户去访问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配置自动回复啊 自动回复 那进入我们的自动回复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选项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 被关注后呢 进行自动回复 以及呢 后期用户回复了一些关键字之后啊 或者说 我们收到一些消息之后啊 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些 自动回复 所以我们可以按需进行配置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配置一个 被关注之后回复 这边你首先呢 需要将我们的自动回复功能进行打开 打开操作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边他就会有一个 应该会有一个面板啊 让你对他进行一些设置啊 进行一些设置 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 别人的微信公众号呢 会有一些欢迎语啊 终于等到你 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然后呢 假如说我们这边写一个 回复一可获得十块钱红包啊 回复二 你给我十块钱红包 是吧 当然这是一个举例说明了啊 举例说明了 就是他回复 提醒他 后续通过 回复不同文字啊 或者说数字的方式 他可以得到下一步的操作 或者资源 等等一些信息 但同样你也可以回复 他这个图片 或者音频 或者视频 等等内容啊 内容 然后我们只需要 保存之后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被关注的自动回复 就设置成功了 对吧 就是成功了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在 被关注的回复里面 是不是 给他提示了两条信息啊 说你回复一个一啊 我可能会给你发 十块钱红包 你回复二 你给我十块钱红包 是吧 可能就没人愿意 回复二了啊 那看看 我们如何通过 用户不同的关键字 来给他下发 同消息呢 在这个关键词 回复里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还是 要打开 这个自动回复功能啊 打开它 打开在下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呢 进行一些关键字的这个添加 回复添加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加一下其他关键字 比如说我这里面 你可以添加回复 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规则名称 你可以随便写啊 随便写 比如说就是 我发 同胞 当然这就是为了你 后台啊 或者编辑的时候呢 方便你管理 这个关键字 是用来干啥的 这个其实是 不会发给用户的啊 那这个关键词的 匹配的话 才是真正的 匹配用户 关键词 这样一个地方 那一般我们来说呢 你可以用半匹配 或者说全匹配 半匹配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用户 发生了这个词呢 跟我们这个 所设置的关键词 有一定关联性 它可能就会进行这个消息发送 全匹配就是 用户回复的关键词 必须要跟我们这个 设置的关键词一模一样 它才会回复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设置成全匹配 比如说我们 刚才在写一个一 就表示说呢 我们会给它 回复一个什么东西呢 假如说就是一个文字吧 或者说一个红包图片 是吧 你可以写 假如 我 给你发了一个红包 这样一句话 你确定之后 就可以了 回复全部 回复全部 因为这边可以 它可以加多条 你可以回复全部 你也可以从里面 多设置几条 随机去选一条 去回复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然后保存之后呢 待会儿 一旦用户 回复了一 这个字之后 那我们这边呢 就会给它下发一些信息 那这边你看 关键词里面 有两个意义啊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把其中一个呢 给它删掉啊 之前我 原来原来保留的这个 真的你可以给它删掉 删掉 只保留一个关键词就行了 用户回复一 或者其他关键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按照 用户相应的需求呢 给它下发 不同的内容 你也可以下发一些 比如说资源啊 或者下发一些这个 其他消息啊 等等啊 操作 是吧 那关于我们中间这个 收到消息后回复呢 它其实本来的意思就是说 当用户发送了一些 我们没有 没有被我们设置在这个 关键词里面的那些 消息文字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进行自动回复 当这它有一些时间限制 就是说 用户关注的这个时候呢 发送一个它会自动回复 后期的它这个自动回复 次数呢 并不是那么特别的灵敏 就你后期的话 发送它可能会 就会没有反应 这我们在后续 做这个开发模式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进行尝试 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再设置了 不再设置了 好 然后我们就测试一下 刚才我们所设置的一些效果 然后我在这边呢 使用一个投屏软件 将我的手机屏幕 投到了电脑上 然后我们去找到这个公众号 这个公众号 当然我们需要去 关注公众号 然后来测第一条信息 当用户关注了我们公众号之后 是否可以为它下发一些 自动回复的消息 点击关注 关注之后 进入我的公众号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就收到了一条消息 就是我们刚才在 我们的编辑模式里面 所设置的那条信息 当然在里面 我们也可以按照 这个关键词 进行一个回复 比如我回复一个1 然后发送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边收到了一条 假如 我给你发送一个红包 加入我 加入我们 我给你发个红包 是吧 这样一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自动回复 整个一个实质过程 我们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